你就是我的小宝宝 长得真俊俏 就是穿的不好 得亏我之前从这个宝宝服装店 给你买了套衣服 现在换上吧 什么 呸呸呸呸 窝了个大吱吱 我叫你穿衣服 不是让你翻傻的呀 能不能配合点呀 我这衣服可是花了五个mini b 买过来的呢 呸呸呸呸呸 哎呀 赶紧给我换上 别叫了 我知道你会跟着我走 也会等着原地的 但是我们乖乖穿上衣服 好不好 这么小的宝宝 是不可以穿这种奇装衣服的 你谁呀 我是宝宝保姆 作为女士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专业的 像我这样的人来照顾你的宝宝 无聊 啊 我的宝宝呢 你是不是想吃东西了呀 那我来帮你看看你吃什么好呢 是可乐 蛋糕 橙子汽水 还是铁锅炖 拉面 鸡腿 汉堡披萨薯条 哇 好多美食啊 到底给宝宝吃什么呢 宝宝还想 这些东西都是垃圾食品 是不可以吃的 作为女士 我觉得你照顾宝宝的头脑 还远远不够 还是需要像我一样 一个专业的人 无聊 走 宝宝跟我来 要不我们看看家具怎么样啊 宝宝快进来 你看这个梳妆台 好好看呀 你肯定会喜欢的 还有这个衣柜 哦对了 这个游戏机 游戏机很好玩呢 宝宝你想要哪个呢 哎宝宝你怎么走了 宝宝 这位女士 我看不是宝宝喜欢 是你喜欢吧 我都说了 宝宝还想 你需要像我 无聊 还是来给宝宝 挑一点配饰吧 宝宝快进来 宝宝你看 你到底是喜欢这个 小熊翅膀呢 还是这个天使翅膀 还是这个蝴蝶翅膀呢 要不要选一个呀 这位女士 你给我出去 怎么又是你 嘿嘿嘿 不出去 我是来善意提醒你的 这种羽毛的物质 会影响宝宝的肌肤 可能会造成过敏哦 我觉得你还是 得把宝宝交给 向我们这些 专业的人来管理 专业的 就你这样的 裤子都没有一条 不好意思 这不是最近没赚到钱 钱都拿去买烤鸡了吗 但是我们 照顾宝宝的能力 是一等一的 无聊 到底是买个蛋糕公寓 和宝宝一起住比较好呢 还是买个草莓公寓 和宝宝一起住呢 宝宝你说呢 你喜欢哪个 这位女士 怎么又是你 只要你把宝宝 交给我们来管理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请了你来当保姆 就会亲家当产是吧 呗呗呗呗呗 啊 气死我了 这样的傻宝宝 不要也罢 我给你了 我是不想带了 反正你专业 我就不请你了 宝宝送你了 我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